部長好 我是想要針對第三波的開放的中資裡面 有關於這個金屬切割工具機 這個產業 你們的評估跟可能的影響 提出一些詢問 在這一次的評估的五大的製造業 比較策略性的 這個產值有多大 整個工具機的精密儀器的部分的產值 工具機本身 整個精密機器大概將近八九千億 工具機大概有兩三千億的產值 至少 博士木我要再確定一下 很多都集中在中部 特別台中地區 最大中 所以我跟這個產業界的朋友算是蠻熟 他們有一些顧慮啦 就是說他們其實也去中國布局 因為也必須要考慮市場 另外也是要避免 就是說 這個也是要卡位就對了 可是事實上的經營效率是很不好的 這因為涉及到人才技術 跟製程等等 所以他們的核心的這個技術其實都放在台灣 而且相當的顧慮啦 因為去那邊設廠之後被竊取他們相關的這些技術 尤其是人才 也有一些例子發生被挖角 當然用完之後也就丟了啦 所以對方就是想要複製台灣成功的經驗 那現在就是在評估的時候 我是接觸蠻多的理事長級的 這個業者 他們是有些擔憂 如果這個開放之後啊 他們雖然到中資到台灣來 也因為他們相當程度是當作他們 十二五或他們重大的要來發展的一個產業 的確沒有錯 對岸是把他當重大行業 所以即使不要說是50%以下 即使是10%的投資 或從這個比較協力廠商 他們外圍的切入啊 都可以逐步來滲透或控制 那當然挖角也是一個他們最大的一個顧慮 所以這個部分我在想了解 就是說經濟部在評估的時候 有沒有充分跟這些業者溝通過 這個項目的開放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都有跟相關的公協會 主要的幾個供應商在做討論 這個第一個都有 第二個報告 但是因為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才會定出幾個條件 包括剛才提到的 不得具有控制利益 同時呢 而且一定要產業合作的計劃 經過專案核准之後 才能夠來投資 目前有核准過嗎 沒有 都沒有嘛 根本只是項目開放 後面都還沒有開始進行 好 因為我不好意思只講齊名啦 就是理事長陳吉的 真正有競爭力的 因為有一些沒競爭力 他也不在乎啊 中之來嘛 越多越好 但真正有競爭力的 其實是有蠻大顧慮 所以這個項目 是要非常的慎重 那你跟一些公協會 有諮詢過 我是請部長齁 再更慎重的 跟真正有競爭力的 要保障 讓核心技術 不被竊取的這些 有代表性的業者 能不能再 在溝通詢問一次 我們一定可以這麼做 可以 好 因為這個是很難得 我們的造源 第三個造源產業 應該是台灣非常需要 珍惜的一個 成長會很快的行業 對 甚至比日本 在很多個項目上 都還有競爭力嗎 假設能夠解決 控制區的問題的話 堂制行業的發展 我們非常非常看好 好 所以也因為這個樣子 是少數 真的台灣還掌握核心技術 製程跟人才 那業者也非常的防範 其實他們大部分 去中國大陸的投資設廠 其實也是為了卡位佈局啊 你了解 但是非常非常的 這個擔憂啊 這個中資的開放 在這個項目上 對他們的衝擊 所以我想說這個部分 要請部長特別的 要嚴格 那其他的一些項目 因為業者之間 當然有一些是 站在業者的利益啊 是主張開放 但就這個部分 我確實聽到 他們有一些顧慮 所以我剛才跟委員報告說 基本上我們兩個條件 就是呢 一定要有對於 我們整個台灣經濟發展 有利益的產業合作計畫 就要經過審查的 第二個就是呢 其實來也不能具有控制力 這是我的一個基本的看法 但是呢 委員剛剛要求是說 再跟其中幾個關鍵業者 再做一些了解 就是那個機制怎麼設計 才能夠把關的好 了解 這個是給你們的建議 很好 謝謝 另外一個我想詢問的問題 就涉及到 台電的這些 這個發電的問題 雖然我先前有詢問 因為現在資訊不透明 我也不斷在找尋一些資料 那今天一個相關的問題就是說 台電的發電成本 但一方面是因為藍美 藍美占比較大 另外就是人事或其他營運的支出嘛 是的 但是呢 我們台電啊本身 像民營電廠來購電 我們是用什麼樣的價格在購電 它是用燃料的價格在做調整 那一度我們是購買多少錢 它要看燃料總類而定 煤跟天然氣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那麼平均我沒有記錯的話呢 去年應該是兩塊八還是三塊三塊左右 抱歉 台電可能有更詳盡的數字 對 差不多啦 這裡面有沒有暴力的空間 應該就台電來講或是做能源局來看 當然我們希望維持一個讓這些民營電廠能夠營運的空間 但是不希望有暴力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我們用一般的認識啦 因為民營電廠的建廠成本是比較低 購料的成本也比較低 人事營運的成本也比較低 那麼卻以我們台電本身 我們的這個發電的成本作為基礎 這個我想我們在美國叫做Avoidable Cost 來做基礎啦 這樣的一個購電其實是 就是有額外的一些利潤 這些利潤最後也是由全民來吸收 所以我針對這個部分 就是涉及到說 因為台電的效率相對來講 發電的成本是高的 因為我們還有其他很多負擔 那拿來作為我們購電的基礎 這裡面有一些 這個我認為啦 就比較超過應該有的利潤的空間 我覺得委員的這個合理的質疑 我們是瞭解 上一次委員提過之後 我也在個人在聊 相關的一些採購的內容 以他的購電的方式 跟他的計價方式 這部分我們覺得可以做進一步瞭解 對 那因為要調高電價 我們就必須把所有的 包括藍煤 包括我們購電的這些成本都攤在陽光下 那我上次也質詢過 我希望說 在排電方面能夠提供給我 更詳盡的 不管是藍煤或者是購電的這相關的資料 因為這是一場不對稱的競爭 我們真的處於資訊 比較不足的一方 所以我希望部長能夠協助我們啦 來更有效的監督政策 我覺得應該這麼做 委員剛剛才的一個要求 我們會盡量來配合 這第一個報告 第二我想就跟委員報告一件事情就好了 我們也查過台電的購美的成本 在亞太煤價裡面是比較低的 還算是相對來講 當然你沒辦法跟受公司比 不過憑你來講算不錯的 好我需要更詳盡的資料 因為這個就是要能夠 我最後再提一個就是說 核式的這個預算要追加 那還有我們的這個台電又對外表示 103年要商轉 那麼我也在原能會 因為這是在教育委員會 我質詢過 說實在 這個整個包括 未來安全認證 或其他的這一個主改之後 這個過渡期間的 非常多權責的問題 為什麼台電有信心在103年商轉 包括之前的市營運 這個是攸關台灣的核能安全 是的 這個講這個年 這個時間是部長同意的嗎 還是部長承諾的嗎 這個年限台電怎麼說 我不曉得 我有聽說在 在那個某個委員會裡面 大概有一位台電的同仁 大概這麼說的 這我有聽到 但是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目前 這商轉的這個 整個的程序 需要不但經過台電 經過經濟部 也要經過原能會 也要經過國際的組織 來認可之後 確保核安 我們才會商轉 這裡面 所以沒有這個 所謂103年 就是已經是deadline 目前我個人的 在經濟部的層次 這個日期還沒有定下來 那經濟部層次就大於台電的層次啊 所以說還沒有定下來 還沒有定 因為這裡面涉及到包括奇異也不願意去認證 國際的組織誰來做審查 原能會裡面涉及到非常多的內部的爭議 我認為這都涉及跨部會 所以我希望說 部長能夠使台電的這個總經理啊 相關的人員收回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造成人心惶惶 尤其最近如果說預算 核四又要追加 那這根是一個 讓社會突生爭議的一個 沒有必要的問題 是不是 部長可以 就是跟台電方面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的很近 就是說 確保核安是所有能源政策裡面 最高位階的一個要求 所以一定會照剛才跟委員報告的程序來走 但這個程序要走就要花時間 目前要確保之後才能夠 好就不要去定 沒有必要的時間表 因為說實在弄一弄來不及啦 我事實上沒有時間去詳細講 給部長這個建議 謝謝